在中国古代 皇帝用的印呢 秦始皇开始 就专门用玉来打造 从此有一个专门的字来 称呼它叫洗 因为皇帝的印 专门用玉来做 所以叫洗 而各级官员的印 都用青铜或铁来制造 无论是什么材质 都是用来盖在公文之上 以证明此公文的权威性 和可信度 以及持此公文者的身份的确实性 官员们的印都是皇帝赐的 代表着皇帝赋予他的权利 而普通人呢 如果是有钱人 就用章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如果是穷人呢 就只能盖手印了